各位觀眾朋友晚安 我是健良 今天全台各地 所以這個颱風逐漸離開 天氣都有變得比較穩定一些了 這雨停下來 不過溫度倒是回升了 今天各地區真的都好熱 很多地區都來到 創下各地區的最高溫記錄了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各地區 北部最高溫 這個大湖地區大概來到38.3度 基隆地區來到38.1度 台北板橋大概都來到37度左右了 其中大湖 基隆台北地區 都創下當地的今年最高溫記錄 所以今天真的是很熱的一天 目前看起來未來幾天 大概都屬於夏天的天氣形態 所以溫度都還是有機會來到這麼高的 所以提醒你 要有心理準備的溫度都是不低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衛星雲土 我們看到目前颱風 就已經逐漸往日本方向過去 讓對台灣影響就會比較小一些 台灣天氣就變得恢復這種 夏天典型的天氣形態 北部 東北部地區大概都是這種 午後雷震雨的天氣形態 大台北 宜蘭 花蓮地區 都會注意這種午後的雷震雨 台東地區大概天氣還算不錯 一整天都是晴到多雲 留意大午地區還是容易出盛焚風的 中南部地區受到這個迎風面的關係 有一些這個西南風吹上來 所以一整天大概都會有一些 短暫性的震雨 這下雨就不局限在中午過後了 所以提醒其實各地區都是容易下雨的 出門盡量都要攜帶雨具了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明天各地區溫度的部分 我們看到高溫還是相當的熱 北部大概來到36度 中南部來到35度左右 東部地區也是36度 所以提醒明天出門 還是要穿透氣的衣物 而且要多多喝水了 因為溫度真的是滿高的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 各地區詳細的溫度預測 好 最後還是要提醒你一下這個天氣的重點 我們看一下 明天北東地區都還是容易會 這種午後的雷震雨 中南部一整天都會有一些 靈靈心心的短暫震雨 明天溫度還是很高 還是很熱的 出門真的要多多喝水了 以上是今天的氣強資訊